舉之證件收集 我們請Thomas做準備 大家早上是11 然後今天要提案的是證件協助平台 那大家知道就是11月26號就要選舉了 那現在的選舉在草潤文抄襲 或者是深蹲搭公車 或者是雨刷參選 那大家決定好要怎麼選了嗎 我們在2014或者是2018的時候 其實都有議員投票指南 但現在的投票指南已經 雖然可以當作為指標 但2022年他已經停更了 那我們要等辯論嗎 還是要等選舉公報 到現在我們都還選不出來要怎麼選 READER就在2020年的11月我們做一個政商人物資料庫的提案 那我們希望把台灣的政商人物建黨 包含學歷經歷 組織公司等等 但這個專案沒有受到太大的迴響 不過我們今天在想就是政治人物的證件呢 其實也是政商人物資料庫的一環 所以我們今年就新增了欄位 重新把網站拉平 那我們希望做一個證件追蹤的協助平台 這個是目前的網站的樣子 然後 停坑的步驟大概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我們會有一堆 現在已經有名單了 就是候選人名單 那我們就會有介面讓大家可以去輸入 你們從網路上查到的各位候選人的證件 在這邊輸入證件之後我們就會有志工去幫大家做查核 那接下來就可以看到每一個候選人的個人檔案 那大家知道脫江的政府來自未盡監督責任的人民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善於查資料的各位 或者是願意幫忙做資料驗證的志工 還有如果有爬床高手的話可以直接大量的搜尋 證件跟其他 個人的資料 那現在的code是MIT License 然後證件資料等大家輸入之後我們用CC0釋出 那我們希望整合政商人物資料庫跟 證件監督平台 然後讓大家選後可以繼續監督 然後 大家可以隨時隨地的來輸入資料 那這個是網址 大家 太長了不想看我們就可以直接 找QR Code 好 那今天提案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請下一位 Thomas Thomas的提案是智慧健檢平台 那請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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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下一位